醫生 請問凡士林會堵塞毛孔 請問應該如何人工代謝掉呢 凡士林堵塞毛孔這件事情 其實不只是凡士林會堵塞 我們很多像皮脂管絲啊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角質酸 它其實是油跟水跟角質堵在那裡 那你知道要溶油跟水跟角質 乾掉的油跟水跟角質 我們就叫別人去跑步啊 去運動啊 後來發覺最好的方法還是用油 用油去溶油 比你用果酸用A酸都安全多了 那你知道什麼東西是安全的油 悶之 你不知道什麼是安全的油 悶之然後監測 我們幫你看一看 你的皮膚有沒有因子變化 我們就知道什麼是安全的油 醫生 那如果臉部很油 還可以用凡士林嗎 臉部很油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用凡士林 你要去思考的是為什麼臉部很油 很多美容界都會說 人分皮膚跟油性中性 那個跟乾性 其實你像看人的血壓都在同樣境界 怎麼可能會有那麼多性 它其實中性偏油 中性偏乾跟中性 對吧 那只要你好好的讓你自己的油跟水出來 能夠乳化掉你的油 其實你沒有很多油 你那個塞住的油是廢油 請你好好的保持皮膚的通暢 你的皮膚就會變得比較健康 能不能用凡士林 不要用凡士林 請你用安全的油 醫生請問第一代A酸以後上凡士林可以嗎 還是要再擦一層乳液呢 你要想想看你為什麼要擦A酸 你要擦A酸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溶解角質酸嗎 對不對然後你擦了你溶解角質酸 然後再擦凡士林去塞它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最重要的 不是你要不要擦凡士林 是為什麼你要用A酸 那用了A酸當然會有刺激 刺激以後你就擦乳液 那擦乳液當然要擦安全的 不要再塞毛孔 那你知道什麼東西安全用嗎 不知道什麼東西安全用完監測嗎 這個不是很簡單嗎 你就可以很親眼看到它有沒有塞你的毛孔 醫生有日本醫生建議 用米麒加水做保濕很好 那請問在凡士林之前 要先把臉 留一點水分在臉上 再抹凡士林嗎 不要再談凡士林了 我們先談米麒加水好了 就是第一個 我們所謂的保濕其實是先濕潤後鎖水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你用乳液的話 它基本上就有濕潤鎖水 用安全乳液你就達到所有的結果 第二個如果你實在是乾的不得了 你要用水 任何水其實不一定米麒 米麒以後有一些像那個酸類的東西 它可以讓你的角質溶解比較多 那這個方法可以 可是重點不是米麒加水好嗎 重點是後面鎖水 所以安全的乳液對你來說才是安全 然後才是有效的才是鎖水 那至於什麼是安全乳液好講完了不要再講 第三如果不要用凡士林 嬰兒油會不會好一些呢 凡士林是一種礦物油 嬰兒油大部分也是一種礦物油 然後各位糾結著凡士林糾結嬰兒油 其實所有東西都來自劑量 你像如果你吃了凡士林 吃少你要會把它拉出來 不會中毒吃多你要會塞肚子對不對 那所以重點是 你到底用了多少東西 你到底用了什麼東西 會不會塞毛孔 你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肌膚監測一次 你用A會不會塞毛孔 你用B會不會塞毛孔 所以你要糾結用凡士林 用馬油用鷹兒油 你有好多東西問不完 我還聽過有玫瑰紙油 醫生請問純馬油 是不是比較好呢 好啦這個廠商一定會罵我 第一個 這事實上真的有純馬油 你有那麼多馬可以殺嗎 第二個就算你有純馬油 想像一下你的豬油放那麼久都會臭掉 馬油從北海道從俄羅斯運過來 它不會臭掉嗎 所以如果你去看成分表 到底是純馬油還不是馬油 回到不管它是不是純馬油 反正任何東西 包括我剛剛跟你講的那個玫瑰紙油 包括還有人跟我講那個中國大陸的國花牡丹花油 不管什麼油 你擦了以後如果會塞毛孔就是壞的 如果不會塞毛孔就是好 你知道它會不會塞毛孔嗎 不知道 拍圖 好嗎 請你顯微照相追蹤比對 你就知道它會不會塞毛孔 醫生 我用橄欖油都長痘痘耶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們在做肌膚監測過程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大家都說橄欖油會長痘 我們也相信 可是你在肌膚監測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其實是庫存的概念 我們這樣說如果橄欖油會促進青春痘漲 我們的病人理論上用橄欖油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 它的青春痘越來越多 可是因為它是一個庫存的概念 也就是橄欖油其實溶解了它原來的角質酸 然後最後幫助它的粉質清除 所以如果你去看橄欖油的病人 它的病人會一直長青春痘然後變好 然後長青春痘變好 長青春痘變好 結果它就沒有青春痘了 所以基本上橄欖油在我們肌膚監測跟我們現實裡頭我們都發現 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就是它可以溶解 我們的角質酸然後幫助我們角質酸排除 那過程中你可能會有一些排液現象 不過不要緊張你知道好肌膚監測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好好的保駕平安 你看我們這麼認真給你看了這麼多的證據對吧 然後相信 你對皮膚的行為證據皮膚的科學照顧應該更有經驗 那歡迎您點贊訂閱分享我們的舒服機器腳要式 然後把它介紹給你更多朋友 好我是摩羯座的皮膚科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宋鳳醫師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